液压千斤顶为何能轻松举起几吨重的汽车 看这个实验就明白了 用一升水压裂眼前这个玻璃大缸 乍一听 这怎么可能 但把一根细软管连接到玻璃缸上 然后站在40多米的楼顶 将一升的水通过软管输送到玻璃缸内 可以看到 随着水不断进入 缸内的压力越来越大 最终玻璃缸就像气球一样被轻松压碎 一杯水真的有那么大的威力吗 其实玻璃就在于液体的压力传递 用针管吸取一些水 然后堵住出水口 尝试压缩活塞 就能发现液体是无法被轻易压缩的 这就导致了密封流体的任何一点 在受外力产生压强增值时 该压强增值就会瞬间传至整个流体的个点 而这就是帕斯卡定律 在密封流体上额外施加的压强 能够大小不便地被流体朝各个方向传递 举个例子 眼前这个联通器 A活塞面积是B活塞的10倍 因为整个联通器的内部压强势不变 所以如果用1的力按动B活塞 那么就会有10的力来平衡A活塞 看到这儿就不难理解液压千斤顶 为何能四两拨千斤 轻松举起汽车了 眼前这个就是模拟千斤顶工作的画面 一个杠杆带着小活塞往复运动 把液压油推进主缸中 带动大活塞运动 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 用1的力按压B 就会有10的力平衡A 根据能量守恒原理 大活塞A的位移也会比B小10倍 所以千斤顶的下方还安装了球形指挥阀 防止液压油反向流动 这样可以使活塞反复做工 累计力量举起汽车 其实液压可不单单只能拿来举重 或者是液压机碾压万物的 它还能构建液压控制系统 通过液压回路 以液体压力能的形式 实现能量传递 最典型的机械应用就是挖掘机了 可以说 挖掘机的每个动作 基本都是液压驱动来实现的 眼前这个用纸板拼接成的简易挖掘机 身上并没有其他动力装置 但在针管活塞的作用下 纸挖掘机仿佛被注入了灵魂 大臂与小臂相配合就能开始工作了 而真实的挖掘机也是同样的原理 发动机先将动力输送到注塞泵中 注塞泵是液压系统的核心装置 它依靠注塞在钢体中往复运动 从液压油箱中吸油 并施加压力输送出去 将机械能转化为液压能 这些高压液体通过管道 会进入各部分的液压马达中 液压马达和液压缸再把传输过来的液压能 重新变回机械能 从而实现挖掘机的各种动作